说人情冷暖,素食兼百态 大家好,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陈静无意中在网上看到江炎的消息 是他们分手七年后 那是一条被朋友圈转载的新闻 里面报道了先进村官事迹 江炎就在其中 新闻里拍了江炎的相片 藏青色西服,白色衬衫 笑容灿烂,一起风发 陈静从没想过和江炎会以这样的方式再次重逢 那些深藏在记忆深处的东西 慢慢被唤醒 好的坏的都在提醒着他 屏幕上这个男人贯穿了他的整个青春期 还差点成为他老公 时间回到2003年 那年陈静读高三 刚刚拥有人生第一个QQ号 而江炎是他的第一个网友 江炎的网名叫风轻不扬 他主动加的他 两个高学会用QQ的人既兴奋又新鲜 话题不断 几次三番下来 竟都有点难舍难分的感觉 他们对电脑另一端的人都很好奇 就像曾经很流行的小说 第一次亲密的接触 他是他的痞子菜 他是他的青骨飞扬 很快他们成了线上最熟悉的陌生人 那年头网恋很时髦 陈静身边的同学朋友 好像都有网恋对象 大家都在对着摄像头谈恋爱 对情窦初开的陈静来说 幽默风趣的江炎 就像一缕清风 轻轻地吹进了他心里 陈静学习紧张 上网时间有限 每周只有周末才能摸进网吧 一聊解相思 不能上网的日子 江炎便给他写信 平均每周一封 大多以鼓励为主 那时江炎在成都念大一 他鼓励陈静考他的母校 他们到时成都界 毫不夸张 陈静把江炎当成了人生榜样 他的理想就是 考到江炎所在的大学 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但是于愿为 2004年陈静高中毕业 没能考去成都 而是去了南昌的一所专科学校 两人依旧在网络上谈恋爱 像所有的网络情侣一样 他们不能一起吃饭 逛街 约会 但可以约好在各自的城市 去看同一部电影 可以打电话 打到手机没电 可以用情侣头像 秀秀恩爱 江炎的QQ名 换成了开往春天的单车 沉静的QQ名 就变成了坐单车的女孩 那样的爱情是飘渺的 却也是快乐的 2005年5月1日 他们在网络中 恋爱两年后 决定见面 沉静从南昌坐火车 去成都 整整25个小时 那时手机还没联网 一路上陪伴她的 是江炎一条 接一条的短信 她说 老婆 到哪了 老婆太紧张了 我们马上就要见面了 我好激动 是的 在网络上 呼称老公老婆的他们 现实中还没有见过彼此 当年摄像头的像素 低到模糊了彼此的五官 沉静也很紧张 她不知道 接下来会不会见光死 江炎也是为了见面 她甚至找室友 借了件黑西服 因为沉静说 她喜欢看男孩子 穿西服帅帅的样子 因为在火车上 坐了25个小时 到成都时 沉静的脚又麻又肿 可她一点也不觉得难受 想到马上要和江炎见面 整个人亢奋极了 出战后 她远远就看到一个 高高壮壮的男生 穿着略显瘦小的黑色西服 心想 不会就是她吧 吓一鸟 那男生就走到她面前说 我是开往春天的单车 你是坐单车的女孩吗 沉静红着脸顶顶头 她又说 你和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 我一眼就认出你了 沉静好像听到了心里 千树万树花开的声音 沉静在成都待了七天 那七天 江炎带她去了青城山 渡江燕 五侯寺 青阳宫 江炎有一台傻瓜相机 她拍完了四卷胶卷 镜头里全是沉静的身影 那时还没有照雷的成都 她已经牵着她 走遍了成都的街头 在青阳宫 沉静花十块钱 抽了一支签 解签的倒是说 是上上签 从此以后顺风顺水 福泰安康 出来时 沉静发现 江炎手里多了一个红盒子 里面装着一尊小佛像 她还没反应过来 江炎就把那尊佛像 挂到了她脖子上 沉静追问着价格 得知她花了二百元巨款 非让她退了不可 江炎连忙摆手 这是我特意求的 难得观影女大夫 保平安的 退了不吉利 看着江炎一脸认真的样子 沉静觉得 这个男孩子真的好傻 可是 她好喜欢她的傻气呀 第一次奔现 没有金光死 他们的恋爱 延续到了现实中 整个大学期间 沉静和江炎 都是通过邮件 写信 电话 以及视频谈恋爱 虽然远隔千里 但又好像近在眼前 转眼到了2007年 沉静大三 江炎大四 他们都开始实习了 沉静去了宁波一家 校企合作的工厂 江炎则去了北京一家电视台实习 那时他们开始考虑毕业后的去向 江炎原本实习结束 要回成都 但沉静说 她想去北京 江炎说 你如果来北京 我就不走了 我们一起留在这里 我们一起留在这里 半年后 沉静实习结束 拿了毕业证直奔北京 他们的爱情跨越青山外水 穿越人山人海 终于彻底奔现了 到北京后 沉静找到一份内勤工作 江炎没能留在电视台 而是去了一家影视公司 做摄影师 两人的工资都不高 再加上江炎 还有正在读书的弟弟妹妹 家里并不宽裕 他们常常在温饱线上挣扎 沉静从小到大 没吃过什么苦 北京那两年 他把人生所有的苦都吃了个遍 住最便宜的地下室 最穷的时候 连着一个星期 吃馒头沾辣酱 因为爱情 他竟从来不觉得苦 哪怕多年后回忆起来 那些记忆仍然是甜的 有一次沉静感冒了 高烧几天不退 去医院掉了两瓶水后 他怕花钱 拔了针头就要回家 那天晚上 江炎守着他整夜不睡 隔几分钟 就用酒精踩他的手脚心 进行物理降温 天快亮的时候 沉静的体温终于正常了 江炎却哭了 眼泪滴滴答答的 掉在沉静的手上 是温热的 沉静摆了他一眼 说 我又没死 你哭什么 江炎一把抱住他 铃声说了好多对不起 他说静静 我太没用了 沉静紧紧地抱住他 没让他继续说下去 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变的呢 当他们发现 理想和现实间的差距 太过明显的时候吧 江炎性格倔强 爱憎分明 眼里容不得半立杀 更不会轻易妥协 从前这是沉静最喜欢的地方 可是这样的性格 在工作中就特别容易吃亏 在北京两年 江炎的工作一直没什么起色 几次独立拍的片子 连署名权都没有 他对这个行业越来越失望 江炎一直想考公务员 沉静也支持他 他觉得他的性格不太适合 而与我债的影视圈 江炎开始积极被考 不管是国考还是省考 他都会报名 每次的比试成绩都不错 但最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错过了 江炎对北京越来越失望 两人开始争吵 沉静觉得江炎太死心眼了 从来不知道病痛 可江炎认为 原则性的问题绝不能妥协 有一次江炎经手的项目 被上司无故砍了 沉静让他去打点打点 可江炎就是不肯 沉静实在气急了 买他猪脑子 让他滚 那是北京的龙东 江炎连外套都没有穿就走了 过了半个多小时 还是没见他回来 沉静有些着急 结果拉开门 就见江炎站在寒风里 瑟瑟发抖 他哭着冲他吼 你是不是傻呀 不知道进来 江炎抖着沉静说 你又没让我进来 沉静又哭着说 你这个笨蛋 不让你滚你就滚 不让你去死 难道你也要去死吗 江炎结结巴巴地说 不 不 不要 我舍不得你 2010年春天的时候 江炎有一个 回成都工作的机会 是他大学导师推荐的 江炎一直没告诉沉静 他怕沉静不高兴 毕竟当初 他是为他留在北京的 那天晚上 沉静和江炎的大学同学吃饭 对方无意中说漏了嘴 说某老师还是最喜欢江炎 有好多工作机会 都想着他 沉静愣了 江炎这才吞吞吐吐 说出了工作的事 沉静当着同学的面 发了火 他说 江炎 我把你当男朋友 你把我当什么 这么大的事情 竟然都不告诉我 说完沉静就哭了 江炎连忙哄他 我不去了 我现在就给老师打电话 沉静猛地抬头 打掉他手上的电话说 你走吧 反正你在北京 也混不下去了 江炎心气高 自尊心更强 沉静的话 让他无地自容 后来沉静常常想 如果当初 自己没那么强势 他们之间 是不是会不一样 只可惜这个世界 没有如果 江炎最终 还是活了成都 他刚上火车 沉静就后悔了 他在电话里 哭得稀里哗啦 江炎说 静静 你别哭了 我不走了 下一站就下车回北京 沉静立马吼道 你滚回成都 好好工作 我在北京 等着你混好了 回来接我 江炎说 好 江炎回成都的第八个月 升了职 又涨了工资 生活终于有了起色 他在电话里 向沉静求婚 他说 以前我总怕 自己不能给你好的生活 现在我觉得 自己有这个能力了 静静 嫁给我吧 沉静在电话这一段 哭得像个傻子 沉静休年假 飞去成都和江炎团聚 江炎带着钻戒和玫瑰 到机场去接他 那是他们在一起的第七年 沉静二十六岁 在北京有一份还不错的工作 他想 如果和江炎结婚 他就辞职去成都 沉静还去见了江炎的家人 他隐约感觉到 江炎父母并不满意他这个未来儿媳妇 特别是他母亲 听到他只是大专学历时 脸色不太好看 随后 他就要沉静的生辰八字 精确到他出生的具体时辰 沉静说他也不太知道 江炎母亲便催着他 给父母打电话确认 沉静有些不高兴 江炎在一旁哄着 江炎母亲当着他的面说 女娃的性格太强的话 男人会被压着 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在江炎家的那几天 为了讨好二老 沉静的性格收敛了不少 早上起来给江炎全家 做早餐 吃完饭 又主动钻进厨房去洗碗 江炎拦着不让他干家务 母亲就在一旁说 你这个怕耳朵 一看江大就是被欺负的主 那些天江炎母亲 总是有意无意的贬低沉静 说他学历不如江炎 又说他性格不好 将来江炎肯定要受气 沉静性格刚烈 但在江炎母亲面前忍了又忍 到时江炎让他别怕 他说你别理我妈 他说什么都影响不了我 我喜欢你 就愿一辈子贴你的 然而沉静最终没能嫁给江炎 过半年沉静从成都回来 他办了离职手续 准备和江炎复昌复随 两人在微信里商量着 在成都的生活 在江炎公司附近租一套房子 装饰成他们想要的样子 那些天江炎看了一套又一套 最后租了一套能看到江景的房子 他说静静 等你来了 我们一起把它装饰成家的样子 第三天 沉静准备去买 飞成都的机票 给江炎打电话 他却一直关机 沉静开始没多想 直到江炎失联的第二天 他才觉得不对劲 从认识到现在 他们还没出现过失联的情况 第三天 江炎终于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沉静问他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 江炎只说母亲出院了 便不肯再说其他 沉静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反复追问 也没有得到答案 最后 他只得给江炎的弟弟发消息 他们之前呼加了QQ 在沉静脸哄带炸下 江炎弟弟告诉他 母亲不同意哥哥和他的婚事 我妈说你们八字不合 结了婚也会水火不容 说完 江炎弟弟又给沉静发了一张江炎的照片 他的额头一片欲青 沉静吓了一跳 这才知道江炎一直在和母亲冷战 结果母亲以死相逼 从二楼跳了下来 摔断了腿 住进了医院 江炎照顾母亲情绪 便不敢再跟沉静联系 沉静知道江炎的母亲不喜欢他 可是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要让他以死相逼 他受不了这样的侮辱 更不想让江炎受折磨 因此他给江炎发了一条信息 只有五个字 我们分手吧 江炎的电话很快追过来 他不同意分手 也不说结婚 只是简单叙述了事情的经过 他说 静静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沉静握着电话 觉得心里抽紧 憋屈 连呼吸都是痛的 他倔强地说 江炎 算了吧 你能给我什么答案呢 你妈要是再次以死相逼 你怎么办 电话那端是江炎重重的叹息声 正式分手 是一个星期后 江炎来了北京 他在电话里说 就算是分手 也要当面说清楚 沉静去高铁站接他 很奇怪 他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每次都是江炎去接沉静 最后一次换他接他 竟然是为了分手 江炎穿着一件黑西服 和他们第一次见面时 他穿的那件差不多 沉静一下就哭了 他从没想到 电视剧里他会有的狗血情节 竟然会发生在他们身上 以他的个性 自然不会逼着江炎 在他和母亲之间做选择 他宁可主动说分手 然而江炎还是不死心 他提了很多方案 让沉静给他时间 他去说服母亲 要么委屈一下 偷偷把结婚证领了 把生米煮成熟饭 沉静不同意 他太了解江炎了 他不是那种 为了爱情就能抛弃一切的人 他不愿意看到 他将来后悔 他的母亲以性命相逼 不管是在一起还是不在一起 他们的爱情都回不去了 那天他们坐地铁 去了王府井摆货 沉静给江炎买一套西装 三千多块 那是他给他买过最贵的礼物 也是最后一件礼物 江炎不肯要 沉静说 早就想给你买了 以前一直舍不得 以后也没有机会了 就当相爱一场 留个纪念吧 江炎里上网来 给沉静买了一个LV包包 看到那个包包 沉静再次勒崩 因为他有一个 一模一样的房体 那是他工作转正后 他们一起逛动物园 批发市场时买的 当时江炎还说 等我以后有了钱 就给你换真的 对沉静的每一个承诺 他都记得 只是他们不能在一起了 晚上他们一起去 吃分手火锅 沉静把钻戒还给江炎 他说 这个太贵重 留给下一个吧 江炎哭着说 不会再有下一个了 他的眼泪 落结面前沸腾的火锅里 那是2012年12月21日 传说中的世纪末日 火锅店里坐满了人 大家都在庆祝节后余生 没有人知道 这对哭成泪人的情侣 正在谈分手 对沉静来说 没有江炎 他的世界早已是磨人 正是分手后 两人删除了彼此的联系方式 沉静也离开了北京 去了上海 偶尔从别人那儿 得知江炎的消息 他辞职考上了公务员 去了成都下面一个县城工作 后来又去园葬一年 分手后的第四年 江炎的弟弟曾在QQ上找过沉静 说我哥和我妈的关系一直不太好 两人见面就吵 又说我哥和家里介绍的对象定了亲 对方要求在成都买一套三十两斤的婚房 才敢结婚 看到这些消息 沉静有些难过 和江炎在一起时 他从来没有想过房子 严厉只是爱情 可是江炎的母亲就是不喜欢她 不肯接受她 沉静从来没有恨过江炎 江炎母亲的那些话 成了他心里的执念 他总觉得是自己不够好 配不上江炎 这些年 他大专生了本科 又去读了代智研究生 现在在一家企业做客户部经理 是别人眼里的百里 性格上他也平和了许多 从前江炎总说 他像四川妹子性格火辣 得理不饶人 现在的他很少发脾气 哪怕遇到难缠的客户 他也能从容解决 连上司都说 沉静脾气好 什么客户都能搞定 分手后 沉静没有联系过江炎 后来连江炎弟弟的QQ 他也删除了 对他来说 最好的前任 不是在学前缘 而是相望江湖 分手第五年 沉静有了新恋情 男友是相亲认识的 认识半年后 男友在沉静的老家买了房子 只要他点头 他们随时可以结婚 如果不是在网上 看到江炎的消息 沉静甚至都忘了他的样子 但现在得知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还是由衷地为他高兴 因为他们曾经深深相爱过 只是没能好好在一起 有天晚上 沉静和男友在家里看奇葩书 那天辩论的话题是前任 傅首尔说 我的前任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是一颗钻石 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也是 我呢 跟他在一起时是石头 但是跟别人在一起 我把自己变成了一颗钻石 沉静的眼泪 突然就止不住了 对他来说 江炎就是那个最好的前任 因为他 他变成了最好的自己 这已经足够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